1815年4月1日的午后一时 一个男婴降生在普鲁市伯兰登堡的阿尔特马克区申豪森庄园 父亲费迪南德兴奋异常 因为他的前两腰早腰了 这时妻子给他生的第四胎 是个儿子 他喜大普奔地差遣了一名仆人 骑快马到柏林去了 次日柏林各教堂早祷的终生冥想过后 人们可以在好几家报纸上读到这样一则短讯 我以万分兴奋的心情报告各位挚爱亲朋 我的妻子昨日产一南海 母子平安 谢绝贺喜 伯兰登堡 申豪森 费力难得 逢彼子迈 大家不能猜到 这个降生的难应就是未来的王国宰相 比斯迈 比斯迈的外祖父路德维希 门肯在斐特列大王和斐特列威廉二世的朝中 任过高等文官 当过普鲁士驻瑞典大使 任过内务大臣 门肯家族是普鲁士的书香门地 一百多年来 他们都在大学当法律和历史教授 或者做律师 他们的祖籍在萨克森的莱比西 比斯迈出生后的第二年 他们家迁往了波美拉尼亚的 科普霍夫庄园 这是比斯迈父亲在此地继承的三个小庄园中的一个 八岁时比斯迈就在普拉曼学校注册上学 他自幼上午 很快就学会了游泳和肌腱 体操训练使他的身体更加结实强健 第一学年结束 比斯迈的评语单上说 该生性格开朗 热情奔放 受老师同学们喜爱 但是比斯迈的母亲将比斯迈送到普拉曼学校 无疑使他的孩子鹤立击曲 又过了一个学年 比斯迈显得开始跟同学们格格不入 这有点像拿破仑小时候上学的处境 小比斯迈越来越厌烦在柏林的都市生活 渴望骑着他的小马到处漫游 他在学校常常用纸笔推算 施特丁油车到来的终点和眼下离放假 究竟还有多少时日 这时与他为伴的常常是格林兄弟的同好 直到比斯迈十一岁时 第四个学年后 学校评语说 该生今后必须克制好发明的习气 在学校的娱乐活动中应注意适度 不能放纵自己 更不能对作业敷衍 比斯迈从童年起 就有一股玩世不恭的性格 当他上入初中 仍然受到同学排挤 但他并不感到灰心 反而勤奋向上 学会了英语 法语 俄语 波兰语 荷兰语 使其成为了一个掌握多国语言的天才 并为其日后的外交生涯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比斯迈还爱好语言和历史 他的天才就是正出路端倪 古典拉丁语和希腊语 去必修课 他先学了英语 接着再学各种小语种 他酷爱欧洲各国的历史故事 这以上种种都奠定了他的性格基础 但是在他此后几年的成长历程里 他都变得更加截熬不逊 一边上学辍学 一边结婚离婚 一边做律师 又辞职 一边投考官职 最后又跑路赌钱 结果比斯迈只有带着欠债 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后 他与其哥哥分家 当上了庄园主任 可是他并不满意这种生活 所以很快便再次进入了政坛 这一次步入政坛 使比斯迈一生的命运彻底改变 那我们就先得补充一下 德意志的历史背景 19世纪初 德意志还是个农业国 有四分之三的居民 生活在乡村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 和1815年 拿破仑战争许多胜利 德意志的近代工业 有了长续的发展 维也纳会议后 确立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 更是慢慢地 加剧了民族主义倾向 德意志邦连各地的人民 越来越希望有一个强大的 统一国家出现 而意大利统一的迅速进展 更是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和斗志 其实德意志在物质方面 还是精神方面 它的统一准备 都比意大利做得更加充分 更加完整 但为什么迟迟 没有在统一竞争上 许多突破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大德意志与小德意志之争 第二个就是宪政道路和王朝道路之争 所谓大德意志与小德意志之争 简单地说就是普鲁士和奥地利 对统一主导权的竞争 普鲁士和奥地利 无疑是德意志诸邦中最强大的两个 他们凭借各自的实力 都已经挤身于欧洲强国之列 都认为自己最有资格担当 德意志同一个联袖 阿布斯瓦王室的理想是建立 从北海到地中海的大德意志 不仅包括德意志诸邦 还有包括比利时 格兰 匈牙利 罗马尼亚等地 及涵盖层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 所有欧洲地区 大德意志派比较有代表层的计划 是激进派领袖 弗洛贝尔对法兰克福邦联议会提出的建议 将德意志邦联改造成德意志帝国 统一行使外交 经济和军事权利 而未来的帝国 应保证奥地利蜀国的安全 且允许维也纳保留独自宣战的权利 很明显 大德意志方案是企图借统一德意志的力量 支撑奥地利帝国 而且希望维持邦联的框架 因为普鲁士在邦联议会中一直势单力孤 延续这框架可以继续将其压制在次要地位 小德意志方案则是普鲁士 霍亨索伦王朝的主张 普方指责奥地利自身定位模糊 既想加入德意志 又想用强硬手段维持多民族的大帝国 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频频失误 内部民族关系复杂而紧张 德意志统一事业要想获得成功 不仅不能奉奥地利为首 而且必须将其排除在外 避免分担维也纳制造的民族矛盾 普鲁士古缺 普鲁士古吹以权力集中的德意志联邦取代帮联 因为后者是维也纳会议强加给德国人的 是分化德意志力量的布公安排 按照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设想 联邦应排除奥地利 以普王为首脑 再选择六个邦的君主 组成诸侯顾问团 协助普王治理国家 联邦议会应采取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法产生 如果说大德意志与小德意志方案分歧在于谁来领导 宪政道路与王朝道路的分歧则在于统一的方式 一方主张通过发展议会政治 以自由主义改革创造有利于统一的国内外环境 支持这种方案的人设想以德意志议会 代替邦联议会 制定自由宪法 保障普选权 出版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 并设置责任制政府 以民主宪政方式自下而上地完成民主统一 与此相对的一方则主张 依靠现有的强邦 如普鲁士或奥地利 利用他们积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以自上而下的形式 实现统一 为此应当维护现有的君主政体 强调权力集中和意见一致 便在条件许可时 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 意大利的统一进程 是为这些长期存在的争论做了裁决 萨丁军臣的节节胜利 使德意志人普遍倾向于王朝统一这条道路 而奥地利在与法国萨丁交战中的失败 暴露了他的种种弱点 使德意志人感到在奥地利保护下的统一 便是种浪漫的幻想 相应的经济更发达 军力也更强大的普鲁士 则获得了一致的期待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 而奥地利的背信起义 更是让普鲁士取得了相对地位的提高 1850年 普王班定宪法 接受君主立宪制度 也使普鲁士的政治形象大为改观 因此 尽管奥地利继续掌握着邦联议会主席的地位 但统一运动的重心 已经转移到了柏林 1862年 47岁的比兹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 随后他又担任外交大臣 全面掌握了普鲁士的内政和外交权力 事实证明 他会是德意志统一的缔造者 也是持久时期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 在他的操控下 以普鲁士为核心的统一运动 势如破竹地取得了成功 德国作为一个实力超权的强国 出现在欧洲大陆的中心 从而永久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 他也制造了历史上许多人的场面 普鲁士就任首将后一周 即在普鲁士议会直言不讳的谈及问题 他声称普鲁士必须积聚自己的力量 并将它掌握在手里 以待有力时机 这种时机已被错过好几次 维也纳条约所规定的普鲁士国界 是不利于健全的国家生活的 我们当下的重大问题 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决议所能解决的 这正是1848和1849年所犯的错误 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这种言论明确表示了 他在统一方案之争的立场 即排除民主宪政方式 依靠普鲁士的力量 依靠王朝战争来解决问题 这番谈话也被后世称为铁血演说 因而彼斯迈也被称作铁血宰相 这多少束缚都是他的力量 因为他在演讲中谈到的 既不是核心的政治原则 也不是整体的统一方略 而只是根据原则和战略 所得出的部分结论而已 在彼斯迈看来 现实政治原则是决定内外政策 唯一的出发点 他要求国家决策者 排除意识形态 倾诉的干扰 冷静的判断 国家利益的所在 对彼斯迈来说 就是普鲁士的利益所在 他以为普鲁士的发展 需要统一和强大的德意志 而德意志统一的前提 就是彻底摧毁 邪恶的维也纳体系 对中欧的安排 根据这个理由 他把统一和重塑欧洲军事 作为自己的目标 把普鲁士的经济实力 和强大军队 当作是达到目标的有力手段 现实政治逻辑是 排斥个人感情和倾向的 这在彼斯迈身上 简直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轻视自由与宪政 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保守派 正如他追求统一 并不意味着 他是民族主义的信徒一样 他强调铁和血 是因为这些是普鲁士的真正强项 并不代表于他最新于使用武力 在后面 比斯迈体系的 网球不落外交的艺术性 就证明了此点 在威廉一世邀请普鲁士的 比斯迈出任首相的时候 他就一针见血地批评 以往的执政者 在国内过于自由 在国外过于保守 普鲁士想要统一 那必须反习道而行之 他强调应该在国内推行保守政治 强调纪律言明 团结一致 在国际舞台上应当大胆灵活 使外交政策保持最大的弹性 比斯迈上台一时 就展现了他最强硬的国内政治手段 帮助威廉一世度过的宪法危机 当时的普鲁士政府 奉国王的旨意 发起军事改革 是准备扩大常备军额取消国民后卫军 将常备军服役期限从两年延长到三年 并更新部队装备 为此需增税25% 普鲁士众议院借机要求 严格预算审议和财政控制 遭到国王拒绝 议会随即否决了军事改革提案 威廉一世进退失据 一度考虑将王位让给其继承人 比斯迈认为阔军对普鲁士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到本世纪50年代末 普军在人数上已远不及俄法奥三国 其作战能力受到局限 而比斯迈一直声称没有强大的普鲁士军队 就不可能有德意志民族的统一 他立即打消了威廉一世的退位念头 主张越过众议院 强行完成军事改革 在比斯迈的有力操纵下 政府禁止执行未经众院批准的预算 批评政府的自由派报纸遭到查封 反对派议员被撤销资格 1863年10月 比斯迈甚至下令解散议会 他以铁腕压制了国内的不同声音 不仅完成了扩军计划 而且树立了国王的绝对权威 如果说比斯迈的国内政策 引起很多争议的话 他在外交中自由行事的权利 则没有遭到多少质疑 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人能了解 其外交战略的权貌 更难窥视其奥妙 比斯迈考虑外交的思路 约非分清敌我有那么简单 因为对地处欧陆中心的普鲁士而言 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是敌人 同时每一个国家都是潜在的朋友 如果普鲁士为某些僵硬的原则所左右 一厢情愿地去寻找盟国的话 他很难获得真诚的支持 倒是肯定会引起敌意和觊觎之心 比如普鲁士王室和荣克保守派 清新正统原则 在他们看来 俄国和奥地利是天然盟友 他们总是尝试恢复以前的神圣同盟 而遭到与俄奥利发生冲突时 又不免缩手缩脚 议会中的自由派则对英国素有好感 认为沙皇和拿布伦三世的统治都是杀上城堡 梦想结成英普奥联盟以打击法俄 对英国奥地利的真实战略意图视而不见 比斯迈对这些预设结果的外交政策一概嗤之以鼻 比斯迈追求外交风格强调灵活弹性自由 以基金格的话讲是全方位的与各国结盟建立关系 但一定要使普鲁士同各国的关系比那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只要普鲁士坚持自由行事 尽量保持各个外交渠道的畅通 他就可以处于最有力的地位 列强之间的猜疑和敌意是永不休止的 左右逢源的普鲁士自然会成为各方求助的对象 于是就可以不断地从中选择出价最高者 利用每一次冲突最大限度的扩张国家利益 逐步接近统一的目标 因此与普遍的印象相反 比斯迈在追求得意志统一的过程中 手里并没有事先确立的路线图 他的准则是尽可能地保持行动自由 使政策具备最大的弹线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已对他国的承诺束缚自己 比斯迈的外交相当之妙 但实施难度也很大 要求角色者充分地了解自己的对手 明确把握起心态的变化 判断起真实意图 而比斯迈的前半生 似乎一直在为此做训练和准备 1851年到1858年 他连续担任普鲁士 在法兰克福议会的全权代表 对德意志各邦的特点和倾向 有了充分地了解 奥地利君臣当然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 他还利用了1852年临时代管维也纳使馆的机会 切身体验了奥地利的政局 并且欣慰地发现 梅特涅士的密室外交后继无人 1859到1862年 他又担任了驻俄大使 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外交大臣格尔恰科夫交往频繁 从而德意洞西克里米亚战争 对俄国留下了后遗症 对俄国的内政与外交的焦点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并对沙皇重视同普鲁士王室的亲属关系 留下了深刻印象 1862年5月 他又转任驻法大使 在此之前 他也曾多次访问巴黎 与拿破仑三世亲自会谈 在欧洲国家普遍将法皇 视为杜勒理工之谜的时候 比斯麦已经看清了其谜底 拿破仑三世的善变不是机智灵活的表现 而是因为他无力确定法国的国家利益和根本目标 第二帝国早已外强中干 法皇还在外交上多处出击 他视自己为解放者 实际上却没有能力控制被他释放出来的能量 比斯麦有充分的把握 使其为己所用 由于比斯麦长期积累的外交经验 他在外交事务中得到了威廉一世的充分授权 普王甚至默许比斯麦 把自己当作谈判中的筹码和挡箭牌 大权在握的比斯麦得以充分施展权术 调动列强 为己所用 在实际到来时又能够独断独行 将乱中取胜的技巧发挥到极致 引导德意志统一事业度过一道 很快比斯麦开始筹划三场王朝战争 1864年2月1日 普澳联军6万多人火炮158门 在普鲁士元帅弗兰格尔的指挥下向丹麦开战 丹麦被迅速击溃 被迫于8月1日向普澳求和 割让石勒苏裔格和尔施泰因 接下来的加施泰因公约是比斯麦的得意之作 这个猜不透的迷魂阵规定 石勒苏裔格归普鲁士管辖 与普鲁士接壤的和尔施泰因 反而归奥地利管辖 在普丹战争后 比斯麦决定要将奥地利赶出德意志方连 以利于将来德国的统一 于是他着手孤立奥地利 首先比斯麦是答应协助俄国 取消黑海中立条款 并与法皇拿破仑三世会晤 表示普鲁士不反对 把卢森堡和莱因河区让给法国 以此确保法国在普澳战争中会保持中立 最后他在1866年4月 与意大利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 规定如果普鲁士在三个月内与澳开战 意大利则必须同时与 奥宣战 只有在奥地利归还威尼斯与意大利的情况下 方可与奥讲和 这个时候萨丁还在忙着统一意大利漫岛吗 最后奥皇因为不满意加斯坦因专约的条款 而要求用普鲁士最富庶的工业区席里希亚交换赫尔什泰因 比斯曼以此为借口指责奥地利毁约 结果在1866年5月 威廉一世下令全国总动员 于同年6月对奥宣战 意大利亦根据攻守同盟条约同时对奥宣战 不久普鲁士便征服了北德意志的亲奥小邦 并于1866年7月3日以29.1万军力 在萨多瓦与23.8万澳军发生大战 即萨多瓦会战 最后澳军战败 这时比斯曼决定与奥讲和而不是乘胜追击 因为他明白消灭奥地利并不是他的首要目标 最重要的还是要得意志统一 因此他在1866年8月签订的布拉格条约中 给予了奥地利非常宽容的讲和条件 以便与保持未来对奥德相对良好的关系 现在妨碍德国统一的 就只剩下在背后控制着难得诸邦的法国了 随着比斯曼加紧统一德国 普法矛盾越来越尖锐 1870年普法因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 再次发生纠纷 普鲁士做了些让步 但是拿破仑三世在得寸进尺 当时在温泉疗养的威廉一世 则以温和的口吻与你拒绝 然后将其与法国大使会见的经过 用电报通师比斯曼 让比斯曼对电报内容做必要的改动后发表 而比斯曼认为这是一桩 对普鲁士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他提供了一个刺激法国宣战的机会 在与军方的人事商议之后 他当即篡改了电报的内容 使其带上了侮辱法国的口吻 并相信这将对高炉的牛起到一块红布的效果 7月13日电文一发表 便引起了法国政府的狂怒 7月14日晚 法皇决定宣战 第二日早上 法军接到了动员命令 同日晚上 普鲁士政府一向北德意志帮连发出动员令 7月16日 南德诸邦也动员起来 7月19日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 一场举世闻名的普法战争就此爆发 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趋势轰轰烈烈 普鲁士则趁着这股团结对法国发起进攻 很快就击退了侵略的法国 反而还反攻法国 在色当战役中 普鲁士大败法军 拿破仑三世投降 随后普鲁士进军巴黎 协助巴黎新成立的国防政府 消灭了巴黎公社 10月5日 威廉一世的大本云直接迁到了 离巴黎22公里的凡尔赛 百余年来这里都是法国国王的主要居住地和政府写在地 这张世界名画的出场还没开始 还没到 但是比斯迈确实在这时已经考虑着统一德国的时候 或许要来了 难得四个大帮都有了统一的要求 派了代表团来反尔赛 然而在对法战事正处于相识阶段时 欧洲大国貌似有插手干涉的迹象 有以英国为胜 比斯迈则反而抓住起其建议召开伦敦会议 使英国获得面子 俄国得到实惠 从而排除了列强队 普鲁士割让法兰西的干扰 柏林帝国议会压倒多数通过 并宣布德国统一 以便获得大量的赔款 新的一年在炮轰巴黎外围要塞声中 在筹备德皇登基的锦罗密鼓中到来 威廉一世告诉太子在第一位普鲁士国王加冕的一百七十周年纪念日那天 即是一月十八日宣告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 至此完成了三次王朝战争 德意志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统一事业 比斯曼已经是千古工人 不过在他刚出任首相的时候没有多大名气 而且铁血政策出龙时还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骂名 普奥战后他任北德联邦首相 稍稍有些名声了 普法战争之后 帝国宰相中将侯爵加深 铁血宰相有了赫赫名声 成为了欧洲家喻户晓的大卫人 但这时在国内他的地位已有了隐患 我们且看下集